浙江台州岸边掀起巨浪 康瑞台风横扫台湾后 朝中国浙江福建沿海逼近 31日起当地就感受到 惊人的风雨威力 现在我站在的这个位置 都已经稍微有点站不稳了 感觉人会被风吹的左右晃动 福建福州一处渔港外 五六公尺高的大浪 不断拍打岸边防波堤和礁石 在浙江温州海港的记者 连线时后方也能看到巨大浪花 那时候台风抗一的影响 昨天后半夜从两点钟开始 动头是已经出现了大暴雨的现象 中国气象单位示警 31日傍晚到11月1日 上海可能迎接1981年以来 11月最大降雨 当地增设避难中心 疏散沿海地带住户 农民及工地人员 转移安置9万多人 风力一直很大 上海市中心气象台统计 从昨天晚上22点 到今天早晨6点 上海市是浦降暴雨 上海车站也有多班高铁停驶 不少民众在网上哀嚎 上个班全身湿透 上课回来包包都有一滩水 抱怨怎不停班停课 福建网友也拍下 陆树全岛的惨况 另外在台风来袭前 厦门天空出现绝美火烧云 许多网友争相分享 需要注意的是 江浙护一带本次过程的风雨 强度具有极端性 可能会打破同期纪录 为此早上中央气象台 也是发布了暴雨蓝色 运营康瑞台风将为中国东南沿海 带来强劲风雨 渔船几乎都回港避风 滨海景点全数关闭 相关人员也加强防护 严阵以待 三点新闻可以很报道